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小时候家住在三方旗像 再后来到了各个地方生活 现在回来寻找记忆 三方旗像我自己的比喻 它是像一个叶子的叶脉 主麦是盘后街 是文脉所在 旁边小叶脉就到了东边的旗像 西边的三个方 西的叶脉就是院落里面的古厕 三方旗像是礼方制度的火化石 明清建筑的博物馆 近代名人的聚集地 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的遗产 从文漫来说 它是迈向成的 89年到90年的时候 一些房地产商看中了这个地方 开始进行开发拆迁 在邻居民故居已经决定要开拆迁了 都写上了拆字了 所以我们也觉得 而且好像好可惜 许多人就呼吁 那时候西出记忆 上了不久 我帮你拿去核实情况 决策停下来了 然后继续让它开发下去 西出记忆 它现场办公室定调 就是说城市改造中间怎么保护化 它定出了很多制度 有话后来 福州搞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都是从那个时候 才是奠定的这个基础 当时确实大家都在抓进去 有时候不是很重视 但是西出记到福州以后 它牢牢地抓住 整个城市建设中间的一个灵魂存在 现在回过越来越觉得 它真的是有眼光 种一棵树造福一方 叫福音后人 正义当先生写过一本 福州古厕 当时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还硬邀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说保护好古建筑 保护好文物 就是保全历史 保全城市的文脉 保全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双方旗下 它就不是一个单个物件的保护 而是这个物体后面附着的文化的内涵 是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活化利用 它的延续传播涵养我们的精神 对未来城市的发展 它有种往事力的支撑 我们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民族文化风格 传统风貌 不能随意占入和损坏 也不能以保护为名 打拆打尽 要保护好文物 让人们通过文物承载历史信息 记得起历史沧桑 看得见岁月如痕 留得住文化根脉 今年73岁了 我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的 三番吉祥在我那个年代 是破败不堪 无水横流 总书记90年代初 在文福州当市委书记 一锤定音 从那个时候开始修复三番吉祥 这个三番吉祥就泛蓝一新了 但这泛蓝一新是修旧炉就修出来的 屋檐是什么样子的 就什么样子修出来的 这一点很重要 文化的元素都保留出来 把我们的根 把我们的乡丑都留出来 我觉得它日增完美了 我们老百姓很感动 退休以后 我从事这个志愿讲解的工作 有十二三年了 尽这一份联博之力 把三番吉祥向国内外的游客去展示 大家觉得很感慨 修复得这么好 这么完美 还可以去到严妇故居 林卷明 冰心故居 等名人的古厕参观一下 小时候来到三方吉祥 听了很多故事 长大之后 我就把这些故事再讲给游客们听 董书记来到了严妇故居调研参观 他来到天井的部分 首先是看到了前方的题字 他亲笔题写的 董书记也表示记忆犹新 总书记还特意强调到 保护好传统街区 保护好古建筑 保护好文物 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对待古建筑老宅子 老街区 要有真爱之心 尊崇之心 正是这句话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也激励着我们 要不断地去传承 做好文化遗产 保护修缮的工作 总书记来完以后 大家都要去看一看 我们整个街区 去总书记走过的 这个宅院里面打卡 那我们街区 也根据总书记提出的相关要求 做了提升 一个是夯基础 对这些名人故居进行修缮和保护 然后增活力 去年我们是举行了 一千多场的飞夷和文化的活动 后来成功举办了第44届的事宜大会 我们是希望以古厕为根 文化为魂 去更续好三方七项里的文脉 继续讲好三方七项故事 就是非常文化底蕴很浓厚 让大家实体地感受到这些真实的人物的存在 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福州的历史 了解这里的文化 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 最基本 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 向上向善的文化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修其与共 血脉相连的 重要纽带 感谢观看